本来是交一个W的棚去 交唐山阳光大棚 现在犹豫着 犹豫啥 犹豫这是个宫鸽子 可能是 它的童鸽肯定是个宫的 手感背好 这只鸽子也特别好 感觉也像是宫 看着像宫还是像母 它的童鸽肯定是个熊 这玩儿妈的没准是个小熊 这是咱们家的 秃鹰号的孙代 它的妈妈是秃鹰号的女儿 恒大宫鸽的68名 它的全屏辈 童鸽童鸽的姐姐 在去年河北中天艾亚卡普 决赛飞到26名 这鸽子还是供鹏专线 但是这个就是感觉的 我想交词 因为一个W一只的三分费 咱肯定是交最有底的 最心里面最踏实的鸽子 体型也合适不大 然后腰也没问题 就是可能是个小熊 大家可以给点意见 是熊还是死 如果是熊我就交 长阳去 三鲜的三代费 如果是死 我就交 黄然光大鹏 一万的三代费 这只是它的铜锅 这只90%的概率是熊 这个鸽子腔子要比那个还要高 看一下鸽子的腔体 高腔 看这肌肉不用扒了 就是抱着的 这肌肉就这样 骨架背硬 看鸽子绑条 这应该是个熊 其实这个比那个鸽子手感好 腰背好 腰分也长 体型也比那个根大 其实这个比那个手感好 但是我还是愿意交个磁鸽 到一万的棚 到唐山光大棚 这是咱们家的工棚专线啊 真的不管是南线北线 我还是最愿意用它去交 行这只过两天叫长阳记得 叫长阳 长阳今年是第一届 如果遇到困难天 这鸽子优势就上来了 预高分速也没问题 咱们鸽子也能飞高分速 腔体高 拖晕号 拖晕号 拖晕号这鸽鸽子 它确实非常喜欢 确实给干活 dead 对